这一个或这一个就怎么样呢 先做选取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颜色的变更 颜色变更的话 我前面也讲过 你可以给它一个什么呢 selection 点font 然后点color color的话呢 我今天要什么 绿色的 绿色我刚刚前面有讲过嘛 第一个是红色的 第二个是绿色 所以绿色的话呢 请你给第二个数字25就好了 25然后再一个0 OK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是绿色的 OK 再来的话呢 else一符 特别注意哦 因为这里的话不能用 else的话 如果是else 变成如果说 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试试看 假如说我今天呢 这边用else的话 那这个地方也会变红色的 因为呢 这个0的话呢 它会当成是else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能是else 不能else 因为else的话呢 如果它这里面没有向上的话 那么向下的这个符号 它就会把它当成是 就是你要变成红色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 多一个叫else if 多一个叫else if else if跟else最大的差别是说呢 我们变成else 不会不需要再做其他判断 可是else if的话 你后面再可以给它一个条件 那也就是你可以把前面的这个程式码 稍微复制一下 贴过来 改一个地方 改这个符号就好了 那特别是要有else if 这边就有个 zen 一定要有个zen 不能没有zen 没有zen的话也会产生错误 然后呢 做什么呢 颜色让它变更 变红色的 所以这里的话呢 RGB的颜色就是25500就红色的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这地方 等到你设定完 这个程式输入完毕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你不要急着直接 就执行 你可以怎么 组行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if8往下 先确定一下范围 范围确定之后的话 往下 lapse 先取得一个 然后呢 我就先select 然后颜色变更 else再往下 往下的话 这个绿色 然后这个是往上 所以是红色 然后这一个 底下再来的话 就是这个0 0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 它第一个也不是 第二个也不是 那什么都不做 就往下了 所以会避开0的部分 有没有 0就避开了 OK 那其他如果 都一样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让它run完 OK 按一个执行 全部都run完 OK 包含这个地方 跌停的话 它也会是帮我们 给它一个绿色的颜色 好 那这里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这个部分的程式码 跟我放上去的话 有点点不太一样 主要就是 这个地方 我多一个跌停的判断 OK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 这个地方 多一个这个 OK 把画面的先往给各位 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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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